椰子 你不要吃我的直播線 晚安 大家晚安 我們要放音樂 難怪多了份空虛 應該只聽得到熊熊在跳音樂的聲音 晚安伯樂,晚安阿正 謝謝阿正的帶你去流浪,謝謝 大家是不是都在打王國 我沒有在打 沒有空間在別遊戲了 什麼主播熊熊去哪 我就是主播 我才是主播 謝謝浩英送的吃貨會員 這是可以幹嘛 這個票 酷喔 我最近玩的手遊 好像挺少的 就是修圖軟體之類的 修圖軟體算是一種手遊嗎 我覺得修圖軟體很好玩 修圖軟體是一種真正的手機遊戲 我在思考了 版面要怎麼拍 所以我就一直沒有發文 是 謝謝 聽說我們學校好像是一種 然後下週就要回去實體上課了 不要咬我 巴羅的嘴巴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你嘛 死不要你 大家一定覺得先把肉泥拿來再說 什麼主播來了 我就是主播 好啦好啦好啦 我剛剛卸了指甲 所以我的指甲現在 非常的乾淨 就前陣子不是做指甲嗎 還蠻好看然後我自己就很喜歡 然後最近就把它卸掉 因為太長了 很難做事 不過小熊好派 對阿他現在在欺負我的腳 還蠻痛的熊熊 噢噢噢噢 嗨草莓醬 哈囉 大家晚安 現在看起來像是粉紅色 這是我原本指甲的顏色 指甲不是原本就是會有點粉粉 許阿伯晚安 小熊到了叛逆時期 我覺得他的叛逆期會一直 持續到他老一點的時候 永久叛逆boy 喔沒有他是女生 永久叛逆girl 酒蛋晚安 純米晚安 純米晚安 CJ晚安 捏捏捏捏捏 晚安 對吧這是念捏捏吧 捏捏 捏捏 我們窗戶 因為我們窗戶其實沒有什麼 變化就是那個景色 除非就是有幾隻鳥飛過去之類的 然後小熊就會激動到 跳到窗戶上面 晚安 可逛自由 不行外面很危險 我今天才聽說一件事就是 我朋友他老家的貓 因為是放養的 然後就是被 車撞到 然後就今天就很突然就過世了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好難過喔 因為 就是 動物在外面 就很容易會被 車子撞死啊 就是因為他們不會過馬路 小熊 屁屁 對啊這種事情就很難過 我今天聽到的時候也難過了一陣子 因為那隻貓咪雖然我沒有見過他 可是我常常看我朋友傳照片給我 所以就 會覺得有點難過 因為我覺得他很可愛 然後胖胖的 然後我也常常在跟我朋友講電話的時候 會聽到那隻貓 然後我就覺得好難過 對啊鄉下比較常就是 放養製的 然後那隻貓好像也不算是他們家養 他比較像是浪貓 然後會一直回 就一直去他們家吃飯這樣子 因為他們家就是會放 飼料給流浪動物吃 可是也待在他們家就是蠻久了 所以就是多少應該會有一些感情吧 就像我連都沒有見過他的人 我都覺得很難過 何況是他們當事人 哇小小你不要再弄到我直播架了 拜託 再一次 我就把你 他真的很愛咬我耶 他今天不給抱 因為他一直在抱我 因為他一直在抱我 他今天不給抱 因為他一直在抱我 對阿 他一開始來的時候只有一手掌握 然後他現在已經 就是 可以把我踹飛了 要買完就給他咬吧 他已經過那個牙齒癢的時間了 他都快一歲了 過去 腳還我 他真的很平 我看他整個 我坐在我的 藍骨頭上面 然後 他開始瘋狂的坑咬我的腳 好 你知道我底下有多混亂嗎 就大概就是像剛剛那樣子 他餓了嗎 餓了也不是這樣好嗎 他的飯就在那邊 謝謝 小熊走開 我知道 你是不是想要搶我的椅子 大概今天直播會有一半都在看我跟誰都打架 欸欸欸 去那裡 趕快掉床上面 混亂 怎麼他感覺很好吃的樣子 好 討厭 感覺很大隻 他的確是變很大隻啊 他已經3.6公斤了 直接在邁向4公斤的鹿 這樣子 而且他其實在貓裡面算體型比較小的啦 吐了 後座 唉唷 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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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對了今天看到 官方有公布了 施雅畢業演唱會的詳細的售票跟 表演內容嗎 就是有集長會跟後業績 這樣的東西 然後也有開線上喔 然後票價也有出來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去看一下 祝大家都可以搶到票 庫長 哈囉 庫美妳好 嗨嗨 線上讚讚 對啊 歡迎可以看起來了 恭喜你 盡力而為了 大家可以一起來 送我們詩雅隊長 也不是最後一場 畢竟他的最終功 他的最終活動日期 是還沒有決定的狀態啦 那一定就是會在5月之後 所以5月也不算是他最後一場表演 但就是有他的畢業環節 然後他其實也是 TP 算第一位嘛 也不算第一位 因為阿伯桑之前也有在AK畢業演唱會 就是有畢業環節 可是這次是我們自己的專長 然後有畢業環節 跟就是一大串的 就是跟一大串的歌單這樣子 就是為了畢業環節出的歌單 所以 應該算是我們第一次辦這麼正式的畢業演唱會嘛 畢竟我們 比較多 就是 詩雅是我們第一個走正規流程畢業的人 什麼是最終 就是 最終活動日期 就是最後一次的活動日期 不會是演唱會 會是 之後會再公告吧 就是 我也不知道 這要問他 等他要公告的時候 他會公告給你們 感覺應該是 會很感人喔 大家可能會老淚縱橫 思雅本人應該也會老淚縱橫 呵呵 到時候全都是眼淚的時候 後應 後應一定要爆哭一場的吧 嗯 是呀 B.A.宣演的時候我哭啊 可是 B.A.演唱會感覺就是一個更容易爆哭的時期 的一個環節這樣子 因為他就是一個 很長的演唱會 感覺會感覺很漫長 韓韓跟我說 他會從第一首開始哭到後面 我就說你每一首歌都會哭嗎 我就說那你這首歌會哭嗎 他就說會 我就說那這首歌你要哭嗎 就是有一首 可能就不是那麼悲傷的歌 我就說這首歌你要哭嗎 他就說 會啦 反哩 然後我就說那這首歌你要哭嗎 應該週邊是要販賣 成下 應有成下的衛生紙一包啊 就是買票的人每個人都敷一張 衛生紙 沒有眼淚的沒有上溜丹的子格 有沒有應該跟有沒有辦法上沒有關係啦 下走的不知道會有誰來當隊長 我自己是希望小琴之類的嗎 因為我就是我覺得當隊長 不管現在撇除會不會講話 我覺得當隊長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獲得成員之間的信賴吧 跟喜歡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就是一個領導的人 要能夠獲得被領導的人的支持跟喜歡 他才是一個成功的領導者 感覺小琴應該是可以做到這一點的人 但我是不知道他本人想不想做這件事情 不然好像其實想不太到別的人選 就是關於隊長 我的心裡的人選 其實小琴也還不錯就是在於領導方面嘛 跟就是他對大家的要求 就是他是一個滿有對自己滿有要求的人 所以如果他把他的要求用在大家身上 感覺也會是一個不錯的 所以我聽隊長給一個出意料的人 我覺得不要欸 萬一他們給了一個 因為隊長就是要做到底的啊 你不可能做一做然後發現這個人不適合 然後就趕快換 畢竟做隊長這件事情 對於團體會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隊長就是 要領導大家 然後也是跟公司之間一個很重要的橋樑 成員跟公司之間一個很重要的橋樑 所以 所以我覺得 就是要有成員信賴的人來擔任比較好 應該說你們知道就是聲望嗎 就是聲望高的人 在成員聲望高的人 比較適合去做 對啊 所以我覺得萬一只是因為 覺得想要給大家一個surprise 還是就是 要讓大家覺得很有趣 順著誰誰誰 結果那個人並沒有那麼適合做這個職位的話 那我覺得 會很可怕 就是 那個人壓力也會很大 然後大家的壓力也會很大 讓三級生來當吧 太酷了 欸搞不好三級生很適合 應該是補 應該是不可能吧 選熊妹 熊妹太peace了 熊妹那麼可愛 不然讓他踏入了危險的深淵 因為大家其實都沒有考慮過這件事情 就是 畢竟不會有人料到成賽會先畢業這件事 就是會這麼早畢業這件事情 喔有個參選三級生的超厲害 叫做劉曉晴 欸對 不知道他面試通過了沒 畢竟就是 這陣子不是面試期嗎 就是 欸 不知道這個叫劉曉晴的三級生有沒有通過 特別的看好他 他一切沒過 真的假的 太難過了 沒關係 我相信之後會有3.5起身 一定就是劉曉晴了 他好像沒有收到面試通知 第一切就掰了 笑死 可是因為他沒有符合那個規定這樣子 怎麼演唱會現場直接讓成員投票 好像 也蠻不錯的 他被刷掉後來去接一個叫捷運直達的任務節目主持 難怪我常常在搭捷運的時候 在螢幕上面看到這個人 就覺得很眼熟啊 原來他就是有來報三級生的劉曉晴 不是啊不能去拗合格通知啊 他要靠自己收到合格通知 如果沒有收到那就是只能 就只能這樣子 我還記得就是愚人節那一天 大家有偷換頭貼對不對 就是有人把自己的頭貼放大 然後有人直接把自己換成倉鼠 像是盤子椅之類的 真的是蠻鬧的 還敢整人啊 畢竟這是一年一次可以這樣子亂搞的一天 我竟然沒有這麼做 非常的可惜 還有Mina Mina把他的頭貼換成一隻倉鼠 然後他的 下面簡介剛好就是打 個人介紹打 倉鼠擔當 倉鼠擔當 是這兩個人開始真的是完全不意外啦 小龍終於 安靜的躺在我的吊床上面了 說聲嗨 這樣 賭氣不回頭 小龍回頭一下 有了 後腦稍微太可愛 被殺啊 明天要跟他換熊熊的頭像 等我明年 明年一定換 明年一定換 有點累了 不想動 休息啊 這是他專屬的床床 我還會幫他加裝那個 舒服坦坦 面面家的貓也很可愛啊 那隻布布 所以你看他的照片 覺得很懵 不知道之後有沒有機會看到本貓 嗯 你在幹嘛 我去買個東西 哎呀 那我的水跟另外一台手機 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可以 講 嗨呀 他一直說我已登出我的IG帳號 嗯 你最近都很容易出事啊 我的東西 嗯 這月的夜配會不會有點少 是挺少的 因為我還不知道我要 排什麼 這樣的排一半 敲完嗎 你們會期待嗎 雨嶺有發一張啊 但 嘿嘿 他就是一個 小圖 可是有很多很多圖 看到斯亞分享他的 閉眼傳會的收票連結 因為我不知道我要發哪一張 因為我不知道我要發哪一張 就是我有很多照片 我修了很多照片 然後 我還在思考要發什麼 問我一下 可以給大家看 蠻喜歡的 可是他背景就是 他的背景就是太通趣了 太鮮艷就有點難以 我不知道他怎麼發比較好 因為 我不知道怎麼發比較好 因為他就是 很毀牌版的一張照片 可是又很可愛 但我也是有白背景 就是比較 不會影響到牌版的 直抽 不行 也有修很多的鏡照 啪啪啪啪 最近修圖有點走火入魔 背著可愛的包包 可愛的包包 欸這麼楚楚可憐的 不指定一下嗎 這麼可憐 你看 拜託拜託 指定一下 指定一下 指定一下我 我都這麼犧牲奉獻演出了 欸真的是 不得不說 非本格演出嗎 我本來以為我會不會變成一個很兇的幼稚人小孩 結果 因為Doris老師他們化妝畫得很好 所以就是變得比較 有那種可愛的氛圍跑出來這樣子 我蠻喜歡的 他也不像幼稚人生了 廢話因為我懶頭髮 你有看到幼稚人生的頭髮那麼花俏的嗎 我看起來很像一隻娃娃 就是 這種照片之類的 看起來很像一隻娃娃 就是那種 穿著幼稚人生衣服的洋娃娃 那種利卡娃娃 你們知道利卡娃娃嗎 就是那種 換裝娃娃 有人說人家喝醉 你說那個妝嗎 他本來說那個妝是什麼 哭鼻子喔 就是哭完的小朋友 就是臉會這樣子紅紅的 鼻子會這樣紅紅 可是我真的也是越看越像喝醉 天啊這樣大條了 假扮小孩然後又喝酒 大條了大條了 他就是一個 哭鼻子啊 哭鼻子 這是哭鼻子的妝啊 唉唷 對到 腮紅太重了 他就是哭鼻子 他故意的 這是哭鼻子的意思 這是哭鼻子的妝 嗯 哭鼻子的妝 臉都很紅 一定是會看到你們的 臉太紅了 這樣子下來 還是微醺裝 幼稚園要微醺什麼 被這個大人的世界 醺到變成微醺了 這樣是不是 你們看到我覺得很可愛的圖 是一個貓咪 然後他的身上掛了一個板子 上面寫我壞壞亂咬柴魚片 然後他就被 就是被攻神 那隻貓就是在店門口被攻神 哭鼻子 那就是哭鼻子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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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照片發傳你們就知道 什麼叫做可愛的哭鼻子 那隻貓 那隻貓 沒有 他好像是賣 那間店好像是賣 我看 他賣很多精紙 跟 那種乾燥豆皮 乾物那種店 這算乾媽店嗎 他賣很多香菇乾之類的東西 然後還有精紙 乾媽店是不是賣糖果啊 我不知道 那種很舊古早味糖果之類的 乾貨店 喔 長知識了 我自己 也去過乾媽店 就是 我小學的時候 後門有一間乾媽店 然後就是會賣很多冰淇淋 然後那種冰淇淋都很便宜 就是 一杯 就是那種杯子 冰沙 底下冰沙上面是冰淇淋 那種冰淇淋 然後一杯才十塊二十塊 然後又賣棒棒冰 然後又賣水晶寶寶 那種冰淇淋 那種冰淇淋 南北虎 大家都好聰明 好厲害 果果的也蠻可愛的啊 果果的 就是一個長很高的 幼稚園生 好笑喔 多發一點大家可以多指定一點啊 嘿嘿嘿 其實都越來越期待接下來的主題 變化蠻多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這次的主題有什麼想法 就是 感覺 想法應該 很多人的看法比較兩極吧 主跟國超高 真的啊 那個裙子變超短 樂樂科是不是特別喜歡這種主題 呼叫酒蛋 明明就國中生制服 它就是日本的幼稚園的制服吧 我不知道日本是不是長這樣 反正我國小幼稚園的時候 我幼稚園的時候就穿微兜兜而已 對 MISO很開心啊 真的假的 小子 Cosplay感 我覺得Cosplay感蠻重的 因為台灣沒有這種制服 所以大家比較沒有帶入感 對阿台灣應該都是 幼稚園應該都是圍兜兜比較多 因為小朋友穿不住那種衣服 可是私立幼稚園應該有些是有制服的啦 幼稚園的時候我就是穿圍兜兜啊 去上選 然後圍兜兜會比一個名牌 不是嗎 我好像沒有幼稚園的照片 然後 應該有 可是 拍一下喔 還真的是有了幼稚園的功課欸 其實我不知道有沒有照片 好像沒有照片 照片是不是要找什麼畢業紀念冊這種東西 為什麼你們家裡會留這麼多這種東西 有必要嗎 嗯 哎唷 撞起來 撞起來 好多東西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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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可是我找不太到的畢業紀念冊 可是我找不太到的畢業紀念冊 哇 它應該是在 它感覺應該會是出現在 這是我第一份功課欸 它就是會出現在我弟房間的感覺 對阿 對阿 我以前都會把 螢幕亂吐 好好笑喔 它有一個功課叫做 我家寶貝窩心話 就是我媽寫說 我以前問她說 媽你為什麼跟爸爸住 沒有跟你媽住 我媽就說 因為我跟爸爸結婚了 就要離開媽媽 跟你的爸爸住在一起 然後我媽說我就說 那我永遠不要結婚 我才不要離開媽媽呢 不好意思喔 到底要怎樣 我現在對我媽講這種話會吐吧 好酷喔 喔 我找到了我以前的照片 可是有太多我爸的照片 所以 不能 之後 以後未來有機會來給大家看 好好笑喔 小時候都會這樣跟爸媽說 很廢欸 我就看有沒有更好笑的東西 希望小時候不要破壞我的房間 謝謝 小時候被我的紀念冊嚇跑 嚇到炸毛耶 小時候你還好嗎 小時候被我的紀念冊嚇到炸毛 小時候被我的紀念冊嚇到炸毛 我找到我的畢業紀念冊 這也不是畢業 這就只是中班耶 因為我大半沒有拍 沒有興趣 就沒有花錢拍東西 這種紀念冊不就是一個大型的 大型的cosplay現場 這是我的畢業照 它會有特效耶 它特效關起來了 大家可以就是參考一下幼稚園的部分 小熊請不要破壞 謝謝 小熊請不要破壞謝謝 好誇張喔這些東西 很好笑 這個我們的傘 這是什麼藍色水玲龍 這是什麼鬼 好好笑 而且這個妝好像是瘋掉 看一下這根本我生血紋 這什麼去年的生血紋之類的 這是什麼那個旗袍和服系列 哇瘋了 以前就有會擺姿勢喔 你看這是什麼 這根本就是我媽的沙龍照 沙龍照 這樣的直筆嗎 好誇張喔 這什麼 不好意思喔 這個還蠻可愛的 你看 婚紗 真的很好笑 這是不是新的生鮮爭主題啊 我還是比較喜歡那個 就是 單純的學士服 畢業 我比較喜歡就是單純的這樣的裝備就好了 天啊 我以前也太 酷了吧 你看全部小孩子都戴帽子 就我一個沒戴 從小到大就是非常的 有自己的個性 而且從小到大就一直缺牙耶 幼稚人就有辦法拍沙龍照 對啊不是只有幼稚人會拍嗎 哼我表情好不屑喔 蠻可愛的啦 摸起來 它上面都是灰塵 拍生血管 拍生血管就是要從小再開始練習 哼 我跟你們講 就是 拍照這種東西就是 放不放得開很重要的 我小時候就是屬於那種 有點放不開的人 所以我記得我還印象滿深刻 就是我拍沙龍照的時候拍超久 一直重拍 因為我就是一直笑不出來 然後他們要逗笑我 然後我才能拍照這樣 可是拿下來我就抱著 我剛剛混亂中把它丟了很遠 小小柏林 的奇幻大冒險 我對幼稚園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 我都起不來 所以我每次都快中午才到學校 我每次都 會遲到 就是我沒有辦法八點到學校 因為太早了 我就是要很早睡 我還是會沒有辦法在那個時間起來 那個就是我的 關機時刻 又之前就敲課 才沒有咧 熊熊 熊熊的小時候也要拍沙龍照啊 不過幫熊熊買衣服 可是他都不穿 他不喜歡 吸一口 熊熊熊 熊熊熊 這麼可愛 熊熊熊熊的小時候也超可愛的啦 本帽的毛皮就很好了 不需要衣服 阿正配那个表服也太可爱了吧 完全把熊熊的那个星剑表现出来 嗯 好像沒有什麼相近的照片 不然幼稚園沒有制服的照片 貓都有一種傲氣 對阿 他就是要做什麼就是他的自由 所以貓就是非常吸引人的一種動物 我吸引他們 我非常欽佩他們這種精神 我的音樂沒了 有一個朋友訊息 維持社交 對阿 對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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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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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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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